现在大家来看到的是 位于南加州的迪士尼乐园 最近又宣布新一波涨价 主要原因是大获成功的新战园区 与今夏即将登场的副手者联盟园区 需要更多费用来维持营运 迪士尼乐园表示 提高部分票价和年票价格 分别是过去的常规票 超值票以及高分票三种票价 未来将细分为五种票价 价格最低的单日超值票为104美元 而第2、3、4层票价 价格分别为114、124以及139美元 至于最贵的第5层门票 定价也提高5美元来到154美元 除此之外 不少游客喜爱的一天玩两个园区 迪士尼乐园与加州冒险乐园的套票 价格比起去年则又增加了5美元 至于年票部分 原本最便宜的399美元 也一口气涨到419美元 而Flex通行证则涨到649美元 还有豪华护照涨到829美元 至于最高级别的Signature 与Signature Plus通行证 也一口气大涨50美元 来到1199与1449美元 观众查询新票价 欢迎上迪士尼乐园官网 东斯新闻团队在南加州 呈现的采访报道 或许Spe�决 venture大涨50美元 clips